韩国举行国会选举 民调封关前双边阵营势均力敌 在四年前拿下过半席次的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 在民众对于经济民生及政府独断作风的不满声浪下 高呼审判政府作为号召 期盼再次成为国会多数党 专家则表示执政党仍有基本盘 可能在40到50个选区中 双边的得票数落差不会太大 民主党也可能有点允许 但是现在的反应会更加强烈 因此,民主党和民主党共同民主党 在100岁以下的可能性是不可能 民主党也有点允许 民主党和民主党共同民主党的差异 这些问题是否判断 那么他们不可能会不会 但是,民主党共同民主党共同民主党的 韩国民调机构研究指出 这次选举40岁以上的选民立场较明确 选战关键在于40岁以下的中立派选民 30岁以下选民因为韩国性别对立 出现男性女性政党倾向分歧的现象 而30到39岁的选民 曾在2018年总统大选 因不满进步派的房地产政策 明显大量转向支持保守派 我们在20年中的选民 20年中的民主党和30年中的选民 20年中的选民 不满进步派的 但是当然 他们2020年 共产党时的民主党 民主党的选民主党 然后30年中的选民 10年中的选民 人们在选民 这些选民 20年中的选民 这些选民 选民 2030 세대 때문에 투표율이 높아졌다 이렇게 되면 이렇게 된다고 했을 때는 민주당이 유리하지 않습니다 2030 세대 속에서의 민주당의 지지세가 좀 약하거든요 그렇기 때문에 그건 아니고 4050 때문에 투표율이 높아졌다 그러면 민주당이 유리하겠죠 그러니까 실제로 우리가 들여다봐야 하는 건 최종 투표율이 아니고 실제로 어떤 세대가 투표율을 더 많이 했느냐 이거를 들여다봐야 된다고 저는 봐요 국민力量经过两年的执政 这次选举可说是 尹熙岳政府的其中考 执政党力求突破朝小野大的僵局 让政策顺利推动 双方阵营都是以 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因为基调 首次没有任何政见成为关注焦点 这也让中间选民无从参考 使得选战增添不少变数 庄社记者廖宇洋首尔报道